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跟你说不要全部投资在同一间公司 你看现在北洞我猜就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啊 听说这家股票会赚钱我才买的啊 话不能随便乱听 股票更不能随便乱门 不起啊 为什么不错啊 看来投资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我们重新认识股票 并了解正确的投资方之后 再来参加一次投资划赛乱 好 不知道啊 不然我们分别去查这两个人的资料 再来跟对方同事吧 万我找到可以带你追选格拉汗吧 格拉汗又三现在的证券分析之父 在1934年来提出价值投资 而格拉汗的投资里面为 坚守价值投资原则 当一位智慧型投资人 并以经营企业的角度购买股票 而格拉汗的选股策略为 了解财务状况 并寻找公司的内在价值 投资时应付而安全边境 价值投资为寻找价格被低估的股票 不应一时的涨跌而进行买卖 在投资时 购买价格与价值间的差额 及为安全边境 从巴菲特被称臣的股神 是因为巴菲特将一家公司 从一个断档子 成为一个具有上带影响力的投资购买公司 巴菲特的投资行列 巴菲特认为 投资应于制作的能力范围 并且以简单的方式投资 寻找可信赖的公司 并且深入软件 以价值的投资导向 并且以产投资系统 巴菲特的选股策略 巴菲特认为 投资对象应付被独立不二的语计划 将公司的经营成果 向投资者打开 维持高额威力的特性 并且遵循分权边境的法则 让资金支撑入优秀的企业 借由两位投资大事的方式 我们更加了解投资人 那现在我们开始进行选股吧 那我们选用财报狗网站 做我们的选股工具吧 财报狗网站 那是什么网站 就是当初我们在选用 选股方式后 你选用的那网站 啊 我上起来了 就是因为那个网站 所以我们才去找 巴菲特 格拉汉 讲起来了 可是财报狗有什么功能 功能可多了 财报狗网站将各家的财务资讯 转换成图表 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 公司的业绩是上涨还是下跌 还可以比较各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哇 这么方便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我们现在去选股吧 哎哎哎 这家好了 这就不一样啦 没有高毛利率 可是 他经营之交不错 而且不合价值同之类的 可是没有高毛利率 就是拒绝往来户 那这家这家 不行啦 不行 好啦 选股意见不合啊 那要不要试试看 葛拉汉选股条件 和巴菲特选股条件 筛选出投资组合吗 葛拉汉以流动比例 分析企业短期炒带能力 以EPS营养企业获利能力 再以本一笔评估价是否合理 降低投资风险 和巴菲菜也坐在本路 了解公司的财务结构 及简直平备努力 以ROE的能力进行之下 再以美国自有限量 了解国力发展的能力 要怎么办 在这里 最后第二项 是一项 好像是一项 从目的 在这里 然后 我们把它转卖 这里 是一项 还有 EPS营养众 是一项 謝謝老師 老師老師,我們上次買的股票總報酬率為2.73% 哇,那真是太好了 表示這個投資組合安全可以長期投資 那接下來你們可以去分析葛拉漢和巴菲特尋鼓策略差異 啊,還要做喔 那是一定要的啊 我們新手投資者啦 一定要多了解大師啊 好 老師,那我們去選用兩位大師各自的篩選條件 篩選出10家企業再來分析吧 巴菲特全股全數的10家企業 平均股價及毛利率明顯高於葛拉漢 而且最高於30% 而在股價貪氣成長方面 葛拉漢全股的績效明顯又欲罷菲特 葛拉漢正確為公司的經營績效及股價的考量 對投資的安全編記十番要求 當然會高於巴菲特 巴菲特尋找的是擁有光毛利率及高股價的企業 探討完兩位投資大師後 我們剛發現兩位投資大師借以壓實為投資導向 並注重安全編記及風險管理 且要求投資者應了解投資對象的財務情侵 並以正確且理性的態度投資 真的,在投資市場前面應該都會判兩位大致的 是 就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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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